第三课 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后对话练习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的练习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汉字读句子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是什么 第一个句子 好,我们一起看答案 请你听我说 请你听我说 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这些是什么字呢? 好 你跟谁去教室 你跟谁去教室 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 这个句子比较长 好 一年以后你会在哪里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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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你知道这个汉字吗? 你知道这个汉字吗? 下一个句子 答案是 听说他们都听那个电台 听说他们都听那个电台 第二部分 读句子找正确回答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? A 我是听电台学的 B 我真的很不喜欢学中文 我们一起想想 答案是 A 我是听电台学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一年可以学多少个字? A 写字很痛苦 B 不一定很难说 答案是 B 不一定很难说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写字难吗? A 这个很难说 B 我觉得很幸运 是 A 还是 B 呢? 答案是 A 这个很难说 下一个问题 你跟谁去 A 我跟父母去 B 那要看是不是好学生 答案是 A 我跟父母去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 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 按赞还是订阅 那我们就下一课见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